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海岸新城又以网红打卡点 国市致密疫情防控安全网 全力有序开展疫苗接种 截至今天12点 全市累计接种超过302万几次 市爱卫办 市拱卫办 联合对我市建筑工地 市场 以及学校等地的爱国卫生州活动情况 开展专项督察 汕头大学2021年本科招生 将新增4个专业500个学位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今天是2021年6月18号星期五 农历5月初九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昨天下午 我是组织收看收听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全省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继第三季度 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视频会议 随后市长曾风宝 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继第三季度 防范较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 迅速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想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特别是对湖北实验燃气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及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 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 进一步延起来实起来 弱势好安全生产各项责任措施 以实际行动进行好两个维护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会议要求要深刻吸取湖北实验613燃气爆炸事故等 近期事故教训 针对当前夏季汛期高温多雨 事故频发一发的特点 举一反三压实责任 把安全生产和消防各项工作 落细落实落具体 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灾害事故发生 医药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对全市所有行业 所有生产经营单位 进行拉网式集体式大排查 确保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 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 要坚决抓好整改 对隐患排查不到位 整改不彻底 存在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企业 严格落实停产整顿 关闭取缔 上限处罚和追究法律责任 四个疑虑等执法措施 二要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 突出抓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抓好道路交通 威化品 建筑施工 消防 旅游设施 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 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问题的专项整治 三要全面加强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 强化疫苗接种等涉疫场所火灾防控 加大高低大化 老幼股标 村民自建房和三小场所等重点场所消防监管 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大力开展三茶三清四官等活动 四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旱防风工作 切实强化预测预报预警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五要扎实做好防溺水工作 教育部门要在放学前等关键时间节点 广泛宣传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 各地要加强辖区溺水隐患点日常巡查 减少溺水事故发生 六要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会议讲调 要强化统筹协调 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 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压实主体责任 加强督察问责 形成上下齐心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市领导申永强在汕头峰会场参加会议 今天下午市纪委监委召开 机关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会议 传达市委党史学习教育 巡回指导工作要求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吴刚主持会议 对市纪委监委机关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 进行阶段性总结 并部署下一步工作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 第一巡回指导组立会 组长吴定青做指导讲话 会议指出 阶段来市纪委监委机关 迅速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立足纪检监察工作实际 为群众办好事实事 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纪检监察工作统筹谋划 相互融合 同步推进 推动学习教育成果 加快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会议强调 要按照市委巡回指导组意见 抓好贯彻落实 在物思想办实事 开心局上持续下功夫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预期成效 要多形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 坚定为民初心 把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作为学史例行的重要抓手 办好办成一批实事好事 破除民生痛点 读点难点 严肃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让人民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 增强获得感 要切实把学习教育中激发出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担当 转化为忠诚履职担当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围绕现代化建设大局 发挥好纪检监委职能作用 今年上午 市委组织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精神 总结阶段来 组织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一巡回指导组参加会议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一巡回指导组 在会上充分肯定市委组织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 市委组织部要从严从实 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建立常态化活动载体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扎实稳步推进 要突出主题生化学习 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 深入了解基层党组织和群众需求 帮助解决基层和群众 及难筹判问题 开展五个一百活动 带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 今天下午 诗人大常委会召开 机关党史学习交流座谈会 会议指出 机关党员干部 要深入学习研究党史 补足精神之概 锻炼自身本领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 党史学习教育的统一部署 加强党史学习 坚定理想信念 正确有效履职 切实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发展成效 切实做到学党史 物思想 办实事 开心局 推动人大机关工作 高质量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是重点建设项目 中阳大道新津河大桥 是东韩行程第二条 跨越新津河的快速通道 也是通往亚青会主场馆的 关键交通节点 目前 大桥已完成主要建设任务 雄资出展 这里是中阳大道和新津河的交界处 在我身后 有一座象征汕头海洋文化 水滴造型的大桥 新津河大桥 这座大桥主塔的塔顶呢 采用了钢结构玻璃木墙 设置了一万三千盏LED灯 同时斜拉锁的上方也安装了灯带 那么这些灯光配合不同的节假日 可以显示各种各样的文字 烘托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新津河大桥 西起中山东路 与太新路交界 跨越新津河 东至五夷山路 全长约830米 其中主桥长约520米 采用独塔双锁面混合梁斜拉桥结构 独塔的结构不仅能满足 横跨245米宽盒面的设计要求 还可以降低工程造价 采用了很多创新的技术方式和设备 比如主塔采用了扇头高度最高 吨位最大的塔吊机 采用了8度青角的人化梯 和阳长300米的输送棒 提高了施工的安全质量和效率 大桥桥面按城市快速路标准进行建设 设计车速为每小时80公里 桥面两侧还别出心裁的设置了人形步道 方便市民欣赏风光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新金河大桥桥面两侧的人形步道 这条3.5米宽的人形步道 配合主桥两侧的四步电梯和四座人形梯道 可以极大地满足市民群众的观光需求 想必这也将会成为东海岸星辰 优异网红打卡点 接下来我们将在街家里 发扬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 高标准 严要求的完成剩下工程 为汕头人民交上一份合格满意的答件 今天上午 我是第一校产业用地再利用项目 博亚产业城首期工程标准厂房一栋 顺利封定 进入招商阶段 博亚产业城占地面积192亩 建成后预计可入住企业超百家 创造近万个就业岗位 项目分三期开发建设 首期建设三栋标准厂房和一栋人才公寓 目前一栋已顺利封顶将于今年年底交付使用 二栋将于今年7月底封顶 博亚产业城主要面向日化 食品 轻工机械及相关产业链企业进行招商 以吸引汕潮街的部分企业意向进驻 低效产业用地再利用 就是通过提高容积率 完善配套 建设通用厂房 提升功能品质等方式盘活现有土地 博亚产业城以产城融合智慧园区为理念 率先引进智慧园区服务系统和智慧园区物流解决方案 让科技服务生产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博亚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是一套高度适用本地制造企业的园区物流系统 它将真正实现园区物流 林拥堵 林亭流 林增源 当前我是各地各有关部门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 动起来 严起来 拾起来 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致密疫情防控安全网 同时全力有序开展疫苗接种 截至今天12时 全市累计接种3028700剂次 已完成全程免疫接种 共758900多人 在龙湖区新西大型临时接种点 健康咨询 登记 接种 流关区 急救区等 各区域的工作仅然有序 接种点正在加快开展第二剂疫苗的接种工作 5月21号开始投资使用 大型接种快速安全 接种量很大 我们一天的接种量可以达到 1万到1万2产次 我们也可以提供大型的团体预约接种 为了满足市民的接种需求 我是除了开辟多个大型临时接种点之外 还配置两辆疫苗接种车 在全市各区线开展巡回服务 缓解各地接种压力 减少居民排队等候的时间 社区是抗击疫情的桥头堡 龙湖区新金街道翠英社区 共有住户2500户 常住人口7500多人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宣传 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深入各社区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为了全力守好社区防疫最后移民 社区成立由社区干部 公安民警 医务人员组成的 三人排查小组 分片区 逐家逐户 做好排查登记 我们发挥三种小组 把整个片级封为六个网格 再进行细化 然后通过发放相传 以及动员各个物业 以及居民群众 还有商户 强调了解从疫区来的中央 并做好这个四个亿的健康管理 我是各客运单位 也加强防疫工作 在汕头汽车客运站 前往乘车的市民在购票后 需要经过测温 体温无异常 且月康马为绿马者才能上车 汕头汽车客运站还加强 对重点场所及车辆的清洁消杀工作 对于出审的旅客进行一个核酸检测 72小时有效阴性进行一个查验 出审的司机也进行一个72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的检测 只有合格才放行 提醒戴口罩 出事月康之类的 都为了大家的这边出行的健康 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出租车管理中心也不断加强防疫工作 对驾驶员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疫情防控意识 为防范新冠疫情与登革热等 重媒传染性疾病流行叠加 助力疫情防控攻坚战 今天上午是爱卫办是拱卫办 联合对我是建筑工地市场 以及学校等地的爱国卫生州活动情况 开展专项督察 今天上午督察组来到 京平区光华街道华越春天建筑工地 工人们正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督察组发现不少楼层 沉降井 地下车库等区域有积水现象 且没有落实灭文措施 存在滋身文诱的隐患 个别区域存在卫生死角 越东水产中心市场周边 存在乱堆杂物 地面积水等现象 市场内久制的养鱼箱有积水 以滋身文诱 地面有散落垃圾 有老鼠出没 应该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两次 搞一下脑鼠药 杀一下 环境都是靠大家的 在永泰路确实大桥入口处桥下 随处可见生活垃圾 还有装海产品的泡沫箱 海鲜壳体 成盈密度高 周边臭气熏天 在豪江临时市场周边社区 设有严禁百卖的提示牌 但旁边就有流动商贩贩卖 豪江大桥下也有流动商贩 附近绿花带有垃圾 城区秩序和环境卫生 落实不到位 在汕头金钟南校 校园整洁食堂卫生 操作间的食堂人员 穿戴工作服规范操作 我们按照这个市的这些要求 一般我们是在两一个月或者说两周内都会有进行灭蚊的这些喷杀 另外一个就是宿舍和教学楼教室这些每天都有保持通风消毒这个措施 在放糖食品方面呢 我们也严格的按照这个食品的这个要求 但督察发现学校垃圾转运点垃圾收集设施不规范 滋生文盈对校园环境造成一定污染 在这个垃圾转运点这个地方来建一个垃圾屋 来进行这个分类 封闭来进行分类 我们觉得这个是可以我们可以来立刻来落实的 针对督察发现的问题 市爱卫办市拱卫办 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建立开展爱国卫生长效机制 着力针对蚊虫媒介传染性疾病和新冠肺炎疫情 落实好防控措施 营造整洁健康的城乡环境 昨晚农湖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 组织开展夜间统一清茶打击行动 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申永强指挥行动 400多名民警开展清茶收脚管制刀具 出租屋清茶整顿 以及入面设卡检查 行动共破获刑事案件6起 查处治安案件8起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7名 其中逃犯2名 龙湖派出所打掉一个持刀 寻衅滋事犯罪团伙 新津派出所抓获一名涉嫌吸毒人员 接下来我们将保持引打高压态势 维护辖区的治安稳定 今天下午 记者从汕头大学召开的 2021年本科招生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 汕头大学2021年本科生招生计划数为3600人 较2020年增加500人 其中广东省计划2867人 省外计划692人 本科招生专业45个 其中包括新增的国际新闻与传播 生物医学科学 掩饰光医学 以及精神医学等4个专业 另外 善大在增加招生计划的基础上 增加上海市 辽宁省 海南省 三个招生省市 今年善大的招生专业中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2个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7个 善大目前是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特别是在未来三楼大学东秀区的建设 那么东秀区的规划 我们是2万的学生规模 加上我们本部的学生规模会超过3万 所以我们会提前顾及我们未来 这个学生的培养的规模 我们今年这个国际新闻已传播 我们又培养这个在国际新闻 有坏钱的人才 包括我们的精神医学 生活一些科学这些专业 都是现在国家比较重视的一些领域 一些产业 比较急需的一些专业 本月20号到21号 善多大学还将举办2021年 线上招生咨询日活动 本月17号到18号 国际可持续健康个性化研讨会 即2021复杂食品系统功能传递 国际研讨会 在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举办 这是该会议首次在亚洲举办 通过线上线下不同模式同步展开 广一理工学院常务副校长 大卫格索尼教授 以线上方式参会 副校长林丹明在开幕式上致辞 指出汕头市著名的美食之都 希望学术界和企业之间 能借助机会增进交流 在食品健康等相关领域增进合作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荷兰 以色列 德国等12个国家的 40位学者 围绕保健食品系统 可持续食品系统 个性化食品系统 三大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分享 近日 市区新长夏市场 完成升级改造投入使用 该市场是市政府三旧改造项目 此次对已空置十多年的 原善建综合市场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厂内设计摊位141个 并设置了客流仪 车辆监控视频头 溯源电子秤和显示屏等 一系列终端智能设备 通过智能平台 市民可以查看到 公式的果蔬鱼肉产品 农药残留等安全抽检数据情况 以及农副产品销售价格 另外 市场还增设了电梯 方便市民消费 我们在每一个档口商户门前 都有配备一个数字化的电视 让顾客来购物的时候 更好的去了解 这个商户的食品来源 还有健康症 还有这个客户的评价 还有这个客户的一些 食物的来源的追踪溯源信息 近日 市公安交警部门 联合市交通运输部门 举行交通安全管理约谈会 约谈市公交总公司等 七家重点公交车企业 和汕头市加顺石油运输 有限公司等七家微运车企业 要求公交车和微运车企业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强化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 做好出车前车辆安全性能检查 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回去我们会对企业的车辆进行排查 渡厥病吃上路 每夜会对司机进行安全培训 自评监控这一块 我们公司也是24小时 有人员职帮 实时地对司机一些违规行为进行提醒 增加了培训的内容 对司机的驾驶安全 文明驾驶竞争离战 避凡那个事故的那个发生 惠凡者圣落啊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出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汕头新闻的微信微博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